百年金星 來!各位學員台灣 Paranayama 大家甘心睡覺好嗎? 甘心睡覺好 Oy coûtsuk 睡得不好就說 我也算一個 哪有可能睡得好跟我騙 你很好睡 恭喜 外面上說好睡的機會很少 我今天要跟我們說國際法裡面的兩個重點 什麼叫做 占領不贈宜傳出款 第二點是說 流氓政府是怎麼不能就地合法 中國過去我們所有的歷史 中國人在教的歷史是說什麼 打贏的 土地漸漸就引導的 這在1830年 一千八百三十年 一千八百四十年 歐洲 那個時候 拿破崙的時代 拿破崙的時代 歐洲人那些較強的國家 他們就開始說了 你如果說禁止不能移傳出款 這個世間 英英九九都不會和平 禁止你的 禁止你的 那些竟然禁止的人 老百姓 絕對復服 復服的時候 早晚都一定會去結業 你如果說中國就這樣 中國什麼代 什麼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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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名代 元代 什麼代 都是一樣 老百姓沒飯好吃 有時候不一定是老百姓沒飯好吃 有時候是個人有壓心的時候 它就發動 結業 所以在1830年 1840年 那時候歐洲 一些國家 因為你知道歐洲 包括日本 歐洲是日本 中國 這個時候全世界差不多有幾個國家 差不多四五十個國家而已 而且大部分都有國王 還是皇帝 以前的 以前有一個軍權神獸 我們老百姓嘛 國家最大的那些人 他們都說這是神佛爺的 不是他自己要做的 他很不愛做的 但是神佛要做 中國人 同樣有這種心態 所以中國人 和歐洲剛開始的國家 建政 佔土地 佔了就是他們家的 後來歐洲這些國家要有開會 初行的國際會 所以1830年 1840年 拿破崙時代以後 他們就開始規定 有一個萬國公的就出來了 說佔了而已 不可以移動人的租款 意思是你佔了那麼久 有 這塊土地也是要方向當地的老百姓 你看看1830年 1840年以後 這個國際的局勢 有這樣做嗎 有 首先你看看以色列 以色列在六日戰爭的時候 他佔了就加薩座郎 加薩座郎他佔了以後 我們來看加薩座郎這塊土地 這塊土地裡面有人民嗎 有嗎 有人住在那裡 怎麼沒有人民 有土地嗎 有啊 加薩座郎 有政府嗎 有啊 以色列政府 以色列政府有外交款嗎 有啊 好像不像合乎蒙特維多公約 四大的東西 如果有的時候 說定義就是一個國家 有人民 有政府 有土地 有外交款 四個 那就是一個國家的組織 大家各位 這是蒙特維多 沒有啊 最大的一個缺點 他沒有說減量的時候 的情況是怎樣 台灣今天有這個情形 台灣給中國民國 還是他們自己說 台灣是一個國家的理由是什麼 有人民 有沒有 台灣有人民嗎 有 是這個最沒有啦 是誰怎麼說沒有 你這個人民不是法理上的人民 我早就跟你們說過了 你這個人民是中華民國在 194年1月12號 用行政命令 跟你講台灣人說 你們這個人為1945年10月25號 集體規劃為中華民國國籍 那行政命令也沒有算 那並不是說 我們這些人 甘願要做你中華民國的 國際就是國民 所以沒有人民 第二點 有政府嗎 有啊 台灣有政府嗎 咱不是跟你們說過了 我們國有美國的時候 美國的第二點的法官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性的政府 沒有政府 有沒有 你們這些人都回不去 你們這些人都回不去 我們這裡說而已 你隨便不記得 沒有政府嘛 這個政府是流亡的政府 什麼叫流亡政府 逃難 你們用感情的啦 我們來講法例啦 所謂的流亡政府就是 在原來自己的領土以外的地方 設的政府 叫做流亡政府 台灣這個土地 當時交給中華民國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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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交給中華民國 所以 有土地嗎 中華民國還是台灣有土地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有多高高高低 也沒有 我告訴你 甘比亞 與台灣斷交 你看過幾個 台灣當時跟他見到 是中華民國還他見到 台灣從來沒有跟人家見過交 所以台灣自然不是一個國家 就是表面上看起來 眼睛看起來好像有人民 因為我們都人民 好像有土地 好像有政府 好像有外交款 台灣就毀起了 國際法院裡面這麼清楚的規定 就是我們台灣誰在黑白目 黑白講 其實沒有 那都是公平的 所以流亡政府不可以集體合法 流亡的中華民國 因為在1949年 會集結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北京政變成功 武裝政變成功 中華民國給我掛出來 要怎麼走來台灣 台灣這個土地 是因為麥克勒 在1945年9月2號 用一般命令第一號 給中華民國代表民國一家接受大人 要進去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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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1950年的3月份 蔣介石宣示 他說 復刑事事 總經理 當主帝不要做 過了一年以後 一個說 我開始做當主帝 那他可以嗎? 她可以去拿手 看嗎? 不可以去拿手 不知道會去拿手 你不知道會去拿手 你不知道也很奇怪 這個當主帝你做已經失去了 過一年以後 坐回來說 喂 我又開始做當主帝 怎麼會有那種事? 沒那種事啦 好像不輸 當然這個比喻不好啦 我本來是要說一個家庭 老婆婆已經離婚了 離婚了一年以後 老婆又回來說 自己家裡比較好 我又回來做你的老婆這樣 這樣不行? 不行啊 這你怎麼很清楚啊 一樣啊 當主帝也好 總經理也好 已經事實離婚了 一年以後 還回來 沒有經過任何人同意 我們有同意讓 當中華民國總統 回來當中華民國總統 沒有 因為我們也沒有關係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不是中國人 所以 1830年以後 所說的 占領不能移轉租款 就是因為要奉集全世界 這個戰爭後 一直併吞 那叫做什麼?併吞 所以拿破仁以後 如果我們是一個國家 兩個國家戰爭 就是這個國家的 國王還是奉帝 對這個國家 不滿意 還是說有政策上 有這個要做 有那個衝突的地方 占領以後 是從這個政府 換掉 讓他當地的老百姓 再做這個新的政府 來做政府 這是今天我們台灣民政府 因為我們是 是照顧金山負平條 23條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 占領全國 所以我們是 占領地區的老百姓 我們 我們可以自己 組織 Civil government 就是民事的政府 照顧你這個民事政府 是美國要把我們成立 但是美國沒有把你成立的時候 我們自己如果知道我們要成立 全世界給占領的地方 最多萬成立的 民政府最多萬的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關島 關島的人 拼大 因為他的周圍海產豐富 他都不用做 他都在家裡睡 他就活動生化 所以關島是叫占領五十年以後 才成立關島民政府 現在全世界最多萬成立民政會 我們台灣算第一了 我們剛才 叫他占領六十年 是2008年的2月2號 我們台灣民政府 早日 向全世界194個國家 布達 選佈 選佈以後 有幾個國家給我們成立 最重要的是日本 日本呢 在2008年 我們跟他講完 在2009年 他就把你成立說台灣民政府 他為什麼要跟你成立 他就正式用日本的外部姓名義 把你成立一張牌 把你稱呼台灣民政府 美國呢 在20011年的時候 跟我們說 你可以在華盛頓DC設辦公室 九位設備 跟我們基盤集會 集會的時候 五位單位來參加我們的集會 所以 這些國家 他要成立 他有他的一套 因為為什麼 他不需要 馬上 美國還要為了他的自身的利益 所以我們的占領不能以轉租款 其實台灣的租款 是要在誰的手頭 在日本天皇 但是 杜勒斯是誰 究竟和平條約的人 1951年 1951年 9月8號是遷就這個和平條約 他前三天 1951年的9月5號 杜勒斯 是在華盛頓開基加費 他說 流球 在日本 還有殘留主權 其實這個殘留主權 在國際法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他發明的 但他發明後 他是國務卿 他發明以後 這個東西就有了 台灣跟流球的情況是完全一模一樣 我們在1945年4月1號 明治憲法在台灣是4月後 台灣這個土地變成 日本天皇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當時是大日本帝國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是你不能掛給人 全世界有這種禮物 在1895年4月17號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然後就說 將台灣偏偏掛到日本天皇 他再掛一個地方 遼東半島 遼東半島 這個地方叫做什麼 奉天 他掛到日本天皇 他後 三個國家出來抗議 義大利、德國和蘇聯 他說等一下 遼東半島你不可以割給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你要向他 古人不做 日本天皇知道說是國際法 所以經過三天以後 十天 日本天皇跟中國的方法 又簽一個叫做 遼南群 那個條約 遼南群 那個條約就是什麼 從奉天 還向中國 這是 我們日本的這個 這個 搞得什麼 他說叫做三國干涉 所以遼東 奉天 遼東半島 還向中國 因為這個地方 你就看得出來 但台灣跟澎湖是什麼 現在是殖民地 拓殖地 你敢知道 當時台灣掛到日本的時候 台灣的地圖 你不要看嗎 來 我們的地圖 給你看一下 在那個時候 台灣的地圖 跟中國的地圖 清條的地圖 是什麼樣 你看 你不要看 你不要看這個地圖 去拿手 不要啦 不錯 你怎麼不要看 你不要看 這個地圖 不要看 蛤 喔 漂亮 很好 那時候台灣是這樣 叫做牛仔 台語說牛仔 蟾 吃那個 商業的蟾 有像嗎 有夠像 那時候清條 關台灣 只關這樣而已 六個屯狠區 吃民怎麼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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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中國人要寫 他說吃民那時候 喝在海底 那不是真的 那價格 我學會說的 吃民是高山的土地 高山族的土地 所以不只說 當時 本地買台灣的時候 高山說 你怎麼干涉了 我的生活的領域 所以他們就起來反抗 一天一天 你跟日本 日本的部隊 都要抬來抬去 日本天皇說 怎麼可以 所以在1905年 1895年 掛給日本 天皇 1905年 他開一個國際會議 在台灣開一個國際會議 那時候還請美國 躲在中國的參議員 來開這個國際會 開那個後 他要決定說 高山 是只有部落 很多部落 不是國家的組織 那國家的組織 占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你都要行人 所以日本 只要整體來 用警察跟軍隊 用高山族征服 你會記得我用征服 勘迫這幾個 因為政政法裡面 只有征服沒有打敗 打勝 戰爭法裡面沒有打勝 打敗這個名詞 跟政府勘迫 就征服 所以征服 他要全台灣 在1915年的時候 日本天皇 建立了台灣真正的主權 整個都統一 所以以前台灣沒有租款 這個租款這幾個 三問題 全世界是在最近的100年 裡面才有三問題 這個名詞出來 過去像什麼 管轄權 像管轄權 所以日本在 究竟我們和平條的第二條 它是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不是放棄租款 我在明天上學的時候 我會跟你說清楚 為什麼只放棄管轄權 沒有放棄租款 原因在這裡 現在很多人都說 很厲害 你賺英語 我覺得年輕人很多 不賺英語的 請你握手 現在不可以握手 對不對 大家都不賺英語 我說你不賺英語 你要什麼 你不賺英語 我自己問 Chinese叫什麼 Chinese 中國 有人說中華的嗎 有人說中國 有人說中華 有嗎 台北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台北 所以Chinese 台北 叫做中國 台北的行手 叫做中華 台北的行手 對 對 對 Chinese 台北不是中華 台北中國 台北嗎 不對 對不對 不對 Chinese 台北的關門 是什麼 台灣 台北 Chinese 叫台灣 還比較離譜 中國 台北的關門 中國 台北的關門 哇 沒聽到 說說出來 你看 Chinese 流亡 government in 台北 人家以前中華民 就告訴你台灣人 說 我的名字叫做 Chinese 台北就是 中國 流亡政府 在台北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只有獨獨 台灣人不知道而已 什麼 我們的國名叫做 Chinese 台北 我告訴你 其實Chinese 台北 你如果 那個 你打 打英文 用英文 Chinese 台北 還有一個 比利軍 比利時 倫敦 French 倫敦 Korea 湘海 這是什麼意思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法國 流亡政府 在哪裡 倫敦 還是比利時 流亡政府 在哪裡 倫敦 還是說 朝鮮的流亡政府 在哪裡 湘海 所以Chinese 台北 不要說我們的國名 差的太離譜 所以全世界都奇怪 你們台灣人好奇怪 我們自己創造名詞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 要聽 那個根本就不是我們的名字 所以 一些年輕人 叫做英語 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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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 他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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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沒聽過這個名字的名字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你們都沒讀書 你們都不記得 和修學的老師的課本 你們都不記得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有這個名字 怎麼沒有 中華民國剛來的台灣 現任的一個叫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一個叫做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有沒有 有沒有 你現在記得嗎 其實那就是國際上的台灣民政府 跟中國軍政府 那就是中國的 台灣的中國民政府 跟一個中國的台灣軍政府 這是什麼意思 叫國際法 所以當時 中華在宿船的時候 他叫他來關台灣的時候 他說你要叫國際法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在那個時候 中國有35個姓 人家的姓都有 新主席、新政府 台灣沒有啊 台灣是尖領地 那是因為在 一九五港里的年代 將他們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關來台灣 所以行政長官公署 落後在1947年2月28號 日日八十五間以後 在美國的壓力之下 到中華民國 我們被殺害了 叫那個宋美齡 宋美齡是美國人 跟美國有夠好 他有跟美國塞隆說 乾脆喔 台灣你把他藏起來就好了 但是呢 藏領不能移轉租款 美國說怎麼可能 所以那時候 他創一個省政府 創一個省政府 是騙台灣人 當時省政府的省主席 是中國人 那是不行的 完全不可以 完全不可以 路邊李政委 有一次 他說要把台灣省政府廢掉 你會記得嗎 什麼人出來動 美國出來動 他說等一下 你不能都廢省 那火灰在自己 就是台灣民政府不走 他說你頂多就是洞省 所以廢省變成洞省 現在台灣省政府還在 中興新村還在 中興新村還在 中興新村沒有要影響 他怎麼不可以 賣掉還是廢掉 有嗎 不可以賣掉 不可以廢掉 台灣民政府就在這裡 現在是中興新村 所以中興新村 現在為止 現在用參議員 參議員 他叫做支議員 一個月都領五萬 沒台沒錢領五萬 坐車都不用錢 現在又有 所以標示說你中華民國 他們都很清楚 所以中華民國的高官 都非常了解 他們不能說 將這個被廢掉 美國說不可以 你台灣民政府還是要存在 包括在我們六十年以後 我們去顧美國 由美國基督之下 在二千零十一年的十一月六號 我們成立了台灣民政府 內閣 是兩千零十八年二月二號成立的 我們在做的工作 一切都照國際法治處理 一腳步 照顧我們就沒有 所以 你今天來在這裡受訓 我跟你說 算大家都很好問 當然你們來的情形 個人都不一樣 有時候 別母給他拼來 因為年輕人 你們別母拼了一來 勇氣就有力了 所以我跟各位說過 你在外面 你要來受訓 如果說不要來 不要叫他 不要 你的運命都沒有 那個命 你只要叫他做官 是要做什麼 你就不用了 甚至有的人又說 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好 好 好大 麻煩 美軍一來以後 你又說這句話 我們總會說 你總會去中國 現在有的人不是去中國 現在去哪裡 平坦 國民黨和共產黨已經說好了 國民黨說 開玩笑 國民黨要來我家 全中國的 每一個姓都要去那裡走 他就不跟你說 你這國民黨 頭都是要什麼民主化 要選舉的 他還要讓你學不會走 他說 不要 我設一個平坦島 給你那裡 其實人老頭都有準備 那些國民黨 還是中國人 還是台灣人 一些頭都不清楚 後來 你聽我說 一定都光是在平坦島 因為我們台灣也不需要讓他住 你說你是中國人 你住在台灣要做什麼 所以 我們這時候 我們也會一年 兩年的思考期 讓這些台灣人 想說 你要做台灣人是沒有的 1895年的 六月十七日 日本天宏 開始在台灣 實施 政治的時候 他選擇 讓你台灣人 兩年的思考期 那時候人能靠 六百萬 沒有 六百萬 四百萬 對 那時候他怎麼說 你要做我日本的國民 你老的 你不想做日本人 你不想做日本人 財產賣賣賣 不可以給你 讓你回到中國 你可能有 一千三百二十幾的人 財產賣賣 回到中國 但是我跟你說 沒有到半年 那一千幾年 又百度回到台灣 說 我還是來當日本人比較好 你回去我多選我 這款的經營 會再發生 馬年三一年 你知道嗎 九五年 十五年 青條跟日本天宏的建徵地 十五年 我告訴你 六十年的歷史 會再發生 這就是 六十年的歷史 發展說 台灣的地位 美國也創了一條 美國說奇怪 什麼人跟這個 青年 說這麼多 其實不是美國跟我說 剛開始的時候 是我讀很多車 所以美國 對我們用建政法 這個建政法 非常誇張 什麼叫建政法 你知道嗎 海牙地勢公約 日內瓦和平公約 美國的陸軍總署 野戰手冊 三千幾條 還有 還有 還有一個就是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 這四個 你知道嗎 紅十字會總章程 把這個五個 裡面的條文 合併起來 就是戰爭法 所以你想想 戰爭法 沒有人在討論 中華民國最高的一點 我的孫子 現在都在台大法律室 現在這兩三年而已 我問 你們在學校 有討論 做這個和平條約 他說沒有 做這個和平條約 那不是台灣 決定我們台灣台灣 第一的最重要的條約 為什麼不用堂 因為國民黨 中華美國 把它蓋起來 只跟你說什麼 開羅宣言 宣言叫什麼 Decoration Decoration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建政當中的主張 我們說一個最簡單的給你聽 開羅宣言是 一九四三年的十二位公佈 1943年的時候 台灣這個土地誰的 日本天龍的 1941年 太平洋戰爭開始 1945年 日本天龍導航 1943年這個土地 又是日本的 你三個國家說 如果建政結束 台灣這個土地 交給你中華民國 這樣還不可以 所以是用主張 這如果可以 這如果可以 我們兩個人聽我來 我們兩個人來 政見不碰 然後贏的人 總統府給你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拿手 不可以拿手 你都知道 我要自己問的原因是 我要知道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是你的東西 收拾贏的人拿去 要討論 我告訴你一個 法律的問題給你聽 你聽清楚 我 跟你在講話的時候 我六地拿一張彩券出來 我跟你說 你對我很好 明天開獎的時候 這張彩券 就一億 我分給你一半 這是第一種的情形 就是我六地拿出來 第二種的情形 我跟你說 我待會兒 來去外面買一張彩券 如果對著的時候 我分給你一半 再說一次 聽清楚 我六地拿一張彩券 明天開獎 我分給你一半 另外一句 我待會兒去外面買一張彩券 我分給你一半 這兩種的情形 明天開獎 我真的對 我賴皮 我不會給他 兩種的情形 對一種 你可以幫他照顧 還照顧 第一種的你拿手 第二種的你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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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的你拿手 你有錢好分都不知道 我告訴你 第一種可以拿手 為什麼 因為這張彩券 在外面所有權是我的 我給你答應 所以我一定要給你 外面那張彩券不是我的 我現在要去買 買到後 有丟到才要分給你 不是我的東西 我說要分給你 那是誰的 所以開羅宣言就是這樣 台灣都不是美國的 台灣都不是英國的 台灣都不是中國的 他跟你說 開羅宣言說 他如果建贏的時候 台灣知道交給你 那如果建書呢 所以開羅宣言是無效的 那有清楚嗎 這樣說你就馬上知道了 但是你中國人的教育 用課本給你寫的 老師說 是呀 台灣人就很害 你不相信你那些小孩 你告訴我嗎 因為他比較年 我們老師說 奇怪 林博士你所講的都不一樣 跟課本寫的都不一樣 沒有不對 你來這裡上學 你會覺得奇怪 我們以前老師都在做什麼 都在跟你騙 老師有的也知道 但是他不要說 所以有時候你來這裡上學 這三天 你會很震撼 你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歷書重新寫過 高級班的時候 你讀書會更疼 還說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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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能教育 這樣你就已經復習了 你去外面 台灣特國制法的那些人 都是特的叫平常國際法 我們說的是戰爭的國際法 是幾乎完全不一樣 這樣聽不懂 所以會記得 戰爭不能移轉租款 流氓不能集結合法 那時間到了 我沒辦法再說 明天下午一點半 外國再說 謝謝各位 各位好玩 我們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